LEN这个部分怎么样跟综合练习加在一起 这边有提到就是说 加上AND符号串接 特别是我们的公式基本上就等于什么 一个自串09 然后一个双引号 然后AND什么呢 AND我们的电信业者 再AND什么呢 AND我们的一个减的符号 所以这个minus符号 那在AND什么呢 我们的门号区码 不过门号区码跟门号末码都一样 前面要补零 那补零的话跟什么有关呢 其实跟重复几次 所以这边的话我可以打一个repeat 也许你可以 当然有几个方法 你直接打在这边打REPT 它自动会帮你显示这个函数出来 但你可以把它点两下 它帮你自动加一个钱挖壶 或者是还有一个方法 你可以从前面这个箭头加也可以 加这个函数 那我习惯自己打上去 REPT重复什么呢 重复零 那重复几次呢 跟什么关系 逗点 几次呢 特别注意 这关键来了 根据它的长度去判断 可是它的长度怎么样呢 如果两个的话 那它补一个 跟什么关系 跟三有关系 因为用三去减掉什么呢 三就是它 它总共的这个长度 如果它两 这L1N 加上L1N 刮壶 这个门号区码里面呢 如果假如有三个 三减三就零嘛 就不用补嘛 对吧 如果说呢 两个那就补一个嘛 以此类推 所以用三来减 会是最简单的策略 OK 然后呢 记得再加个后刮壶 用三减掉判断一下 OK 那我把它打勾一下 打勾之后 你可以看到 有没有 0911 minus 0 然后呢 这个地方后面的话呢 它要自动帮我补一个零 可是后面的门号区码 还没加上去 所以end end什么 end门号区码 再把它补上去 再打勾 OK 有没有 084 所以基本上 那你在组这个字串 有时候比较冗长的时候 你当然可以不需要一次做完 你可以先做了 先打勾看看 如果对了 那你就继续往下 如果错 你就修改一下 那做完这个部分之后的话 其实门号末码 也差不多嘛 对不对 所以其实呢 你做完门号区码部分的公式之后 其实门号末码应该可以 再把它加 因为末码跟区码 它的公式 有没有发现 应该是很多地方是一样的 差别只有在什么呢 它的位置 有没有 把这个什么呢 G4改成H4就好了 所以基本上 你可以怎么样呢 把end 从end这边有没有 复制Ctrl-C 在后面怎么样 Ctrl-V 然后呢 把这个G4有没有 改成H4 把G4呢 改成H4 改完了 打勾一下看看 有没有 做完了 OK 那底下的话 当然都一样 所以把它点两下 全部做完了 所以应该可以理解这个 怎么去做的方式 不过呢 其实你会发现 这个用IP加LE 好像有点 不是那么聪明 而且绕了一大圈 其实后来的话 还有更简单的方法 那什么样的方法 方法二 其实在 这个什么呢 我们插入函数里面 在文字里面 有一个可以帮我们格式化 所谓格式化就是说 我要三码 那你帮我格式化成三码 如果不是三码 你自动帮我补零 这种 那怎么知道 一样嘛 文字函数里面 你往下找到 终于找到有一个 Test 这个Test 有没有 它里面会跟你讲说 依照指定的数值 将数字转换成文字 那意思就是说 如果里面的资料 是数字 那如果你转成文字的话 那我可以在文字里面 补零 可是特别重要 数字前面补零 是没有意义的 为什么 因为如果数字开头 是零的话 自动就把它舍弃掉 可是文字不会 所以呢 如果说我要做这件事情的话 当然那个文字格式 类似像这样 如果你格式里面 假设你按右键 有没有 储存格里面 当然如果像这个 你可以用文字 文字里面的话 有个自定一下 自定的地方 其实你可以补三个零 一二三 有没有发现 零零七就出来了 按个确定 它就变零零七 可是特别注意 这个方法实际上 它只有格式上面 是零零七 可是它实际上 储存在内部资料 还是七 所以其实不是我们要的 那这个是格式 可是如果说你要把它变成 真的利用公式来做的话 有个简单的方法 我们来看一下 基本上 像这个刚刚的公式 可以改一下 前面部分都保留 后面的部分的话 你只要加个TES 那加的话 你可以自己打 TES 或者是说 你可以从前面这边点一下 其他函数 如果你第二次 假设你在公式里面 要加后面的函数 你可以从这边加 不要从这边加 因为从这边加 会把它盖掉 那你可以找到TES 按确定 它会帮你加在这边 有没有看到 这个也是一招 那Value的话 指的是什么 你要的资料 格式的话 请你注意一下 给三个零 但是记得 前后请你自己 再补上双引号 因为TES很奇怪 它不会自己 帮你加前后双引号 那如果你给它 是三个零的话 数字不对 要是双引号三个零 OK 这个时候你会发现 它会自动把84 变成什么 084 那就是刚好 我说我没有 所以第二个方法 我们可以用TES函数来取代 那做完 你会发现 084 那后面怎么出来呢 一样 把这一段 Ctrl-C Ctrl-V 然后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 H4 打勾 看一下 也没问题 OK 向下填满 这个是方法二 所以我们有两个方法 一个是 REPT加LEN 一个是直接用TES 给它资料 后面记得就是什么 给它格式化 格式 OK 那有哪一些格式 其实如果你不太知道的话 在那个TES这个地方 你点它一下 插入函数 这边就有个函数说明 里面的话 它会提供给你很多的格式 如果你要细部参考的话 可以参考一下 这个函数说明里面 有一些相关的 这个这个进阶的说明 OK 那这两个之外 那你想说老师 那有没有更简单的方法 这边再来等一下会提供给各位 如果说我们不用刚刚那两个方法 有没有用VBA怎么做 VBA其实我刚刚讲过 最好的方法就是 有两个按钮 这个按钮就是按下它 自动就全部做完了 如果你要清除它的话 这边清除按钮 清除掉了 OK 这个是VBA VBA意思就是以后你按钮做完了 你事情也做完了 OK 那也就是如果你重复做的事情 反正你就不用再去想怎么做 按下去就对了 OK 所以当然你以后的话 很多事情如果每天都要重复 你就不要每天还在想公式怎么下 对不对 就直接按下它就OK了 所以第一个 我们待会会讲VBA的第一种方式 OK 那第二种方式呢 有些同学讲说老师 那我不太习惯按按钮 我的工作里面可能会用到就是说 最好能够让我插入函数的时候呢 会有个类别 就是我自己定义的 那那个定义的函数里面会出现一个手机的函数 这个手机函数呢 它会一个萝卜一个坑的 我只要一个萝卜一个坑呢 填上它需要的东西 这个应该填这个 这个应该填这个 应该看得懂了 按确定 自动得到我要的结果 OK 这个也是VBA的第二种 那不过这个是什么呢 用插入函数的方式来执行 就不是用按这个按钮的方式执行 那你想说这个函数 特别注意 那这个函数怎么出现的 这个不是说它本来就有了 不是说它本来插入函数 就会有这个使用者定义 这个是因为我有做了一些事情 才会有了 不是本来就有了 不是说等一下你试一看 你们等一下应该没有这个类别 使用者定义 因为你们还没有自己去产生这个函数 那要怎么产生 就是等一下我们要教各位的 VBA的两种方法 一个按按钮 一个自定函数 OK 那等一下我会跟各位讲一下 这两个怎么做 好 那画面先还给各位 所以刚刚的两个部分 其实请各位就是 看一下云端上面的东西 画面先还给各位一下 云端上面其实也会有那个 是VBA的两个方式 那要怎么样 进入到VBA的领域